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华为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通讯设备厂商 因此它被挑上成为中美贸易战下的新祭品 也不足为奇 美国总统川普先是签署了一道相当特别的行政命令 要求美国的各政府单位可以把外国的通讯厂商 视为对国家的安全威胁 随后美国的商务部立刻配合赶在17号之前 就把华为列上了黑名单 不止华为还包括了它的70家关系企业 从此之后这些企业既不能从美国得到任何的零件技术 而美国也不能采购他们任何所生产的设备 换言之切断了美国跟华为之间的任何进出口关系 这对于华为的全球生产链势必会带来相当规模的影响 全球的企业究竟因为美国贸易战火有多少将被牵连何止华为 你想想看中美两国目前之间的每一年的贸易额高达6600亿美元 可以说每美国人花六块钱当中可能就有一块美金是用来购买中国所征扎的服务或者产品 而彼此之间的牵连还包括中国手上拥有超过了一兆一千亿的美国公债 彼此之间的贸易易损关系可以说在过去40年已经是依附了身而密 如今外界都在猜疑川普总统的种种手段究竟只是为增强未来在贸易战最后胜利的筹码 还是他真的想把这过去的一存关系做个一刀两断 上升级我们跟你告诉了川普总统在过去30年对于中国大陆有极深的主见 也就是他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占美国人的便宜 因此很有可能他是想做一次强力的切断 把这历史的洪流要做一次重大逆转 如果真是如此他能够成功吗 我们先来看看到目前这一年多下的贸易战火 在他不断的加码之下究竟双方的人民承受了多少 美国人民以及消费者又能够真的撑得下去吗 再过来过星期他跟习近平将在大阪的G20会上见面 到时候是一场灾难还是喜剧收场 全世界都在等待 二十年前在中国设点盖工厂 生产金属零件的日本公司 尽管仍在运作 生意却是直线下滑 快要撑不下去 机械类金属零件在去年被列为第一波500亿高官选清单后 不堪成本负荷 加上中国人事费用上升 设厂的优势不在 准备撤离 半导体装置零件制造商同样是受害者 自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 订单最惨减少七成 日本媒体非常关注贸易战带来的冲击 因为中国经济减速 外需低迷 日本经济就会受影响 果然内阁府最新公布的景气动向指数 时隔六年两个月首次出现恶化 以家电为主的东芝 去年度盈利比上一年度整整减少六成 就是血泪证明 中国的经济统统的中间 有几个改善的东西 在3月4月上增加了 这种期待被打砍了 是5月10日 美国经济对中国的感染 他们断断了 他们断断了 月初中国副总理刘鹤 赛团赴美协商却谈判破裂 川普护诉中国耍赖 删掉已经协商好的项目 一气之下将中国2000亿商品关税 从10%提升至25% 制裁商品从电信通讯到家电产品 共达5700项 美方单方面不断升级贸易摩擦 使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直呼被诬赖 中国从官方媒体至社群网站全面先战 更在短短三天后出手反制 但也有人分析 中国出尔反尔 因为本来就无意达成协定 一切只为了以拖待变 最好能拖过2020总统大选 川普可能选举失利 中国反制的金额 连川普下令2000亿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且6月1号才实施 美方的说法毫无依据 他们又不是中国的经济主管部门 凭什么总是就中国的经济状况 对外搞新闻发布 你以言我一语 中美双方就向小朋友吵架 自信报表的川普 还声称打算规划梭哈 像剩下的3250亿中国商品全面征税 让金钱回流美国 只是钱都还没卷到 美国人也快要没饭吃 店内八成布料全是中国制造 关税加征 逼得他们不得不涨价 造成来客树凑减 像是卖脚踏车的不少车铁零件都是中国制造 还有协定也是纷纷面临成本上涨压力 而贸易战打到现在 中国采取的是全面交土战略 选择正面砍杀川普最大宗支持者 华盛顿州苹果三成销往国外 如今高关税影响出口量大减 辛苦种植的苹果 最好吃也销不出去 另外埃利诺州的大豆 密苏里州的棉花商 也都面临同样困境 就在贸易战进入边打边走后的第一周 川普又豁诉使出杀手剑 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封杀敌一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虽然没指明到信 随后商务部火速宣布 包括华为在内共70家关系企业 被禁止购买美国零件和技术 华为核心供应商三分之一来自美国 川普切断华为供应链 一日之内亏出双全 摆明把华为当祭品 深知中国打着以托代变的算盘 川普刻意把华为往死里打 把事情越闹越大 与其说市场商业大战 比较像面子比拼 而负责买单的则是全球老百姓 中美叫战如何收尾 关键契机或许就在六月 大阪登场的局团体 川习即将再次会面 能否和解 多数企业主持悲观态度 甚至做好贸易战 可能得打上十年的心理准备 中美贸易大战对台湾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又该如何因应 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 所谓的自由贸易经济特区这个概念 高雄市的韩国瑜在去年提出这项证件 当然如今他也在议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但似乎他的回答反而是引来了更多的争议 因此最近我再度把这个问题来请教高雄市的副市长叶匡史 包括高雄为何要这特区 准备好了没有 以及可不可能成为中国大陆或在台湾洗货的一个基地 他都做了非常坦率的回答 当然我更请这位叶副市长来观察 他对于韩国瑜领导风格的评价 包括他的治理能力 以及他的突发奇想很多概念 从何而来 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的副市长也都做了非常真诚坦率的分析 阳光洒在热情港都 轮船上载满货柜 在码头边来被穿梭 钢边的八五大楼马地而起 为天际线增添一分朝气 轻轨穿梭在城市间 俯瞰奇经 白朗滔滔游客如枝 这些都是已故空拍导演齐柏林 在2013年记录下的高雄 真的好美 这座海洋城市仅半年来 成为全台讨论度最高的地方 不仅因为政治 跟因为这里的人民 对经济飞跃的渴望 已经渲染了整个台湾 台湾过去这二十多年 经济停滞的重要因素 是因为管制太多 夜况时高雄第一副市长 及韩国瑜身边最高技术幕僚 上任后首度接受电视访问 此时青少火线 就是为了争议不休的资金区 但他带的这个东西 一开始让所有人一头五水 高雄市很辛苦 所有的官员都有副业 太荣幸了 太荣幸了 还不好专业 好 看这边 来 看这边 就在访台开始前 夜况时尽在摄影棚 化身香肠国 主持人和现场来宾 惊奇万分 抢着跟他拍照 这香肠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您在煎的 这是什么特殊的香肠 这个是大树出的叫做 酒酿玉和包香肠 特地在高雄香肠北上 夜况时有一秒 鸟化身 叶教授 拿香喷喷的教具 教你现在炒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简称自经区 究竟是什么东西 譬如说我这个玉和包 这个香肠卖得非常好 大树的玉和包都不够用了 那我要到哪里去找这个材料 我就从高雄外面的县市来找 那如果台湾的都用完了 我是不是可以到别的地方 来进这个材料 但是目前我们因为管制的关系 很多农产品 很多原料是不能进来的 主要为保护农民 对对对 说穿了就是等着加工 卖前的农特产品 台湾原料没了 但政府为了保护农民 不给进口 久而久之 货不是出不去 而是根本做不出来 法规松绑 人才 物流 金流 各方面能够更自由化一点 尤其他去了香港 去了澳门 去看了以后 他感觉他又去深圳 因为深圳大陆很会搞这个东西 每次搞一个特区特区特区 就是里面法规非常的松 就是比原来的国内法规 要松绑很多 他就在这边 他得到一个刺激 得到灵感 他觉得高雄也应该这样 但此时 中美贸易关税大战 打得火热 质疑自经区 刚好让中国逮到机会 把台湾当中计战 利用高雄 习产地 大手一笔 基本上原来这个东西 就是MIC 进来以后 只是把招牌剪掉 贴一下就变成MIC 那是不可能 你一定要做实质转型 要有35%以上的附加价值 就以这块鸡牌来说 如果进口台湾时 是65块钱 经过腌渍 料理在卖出口时 售价至少得加35元 满100块钱 才能称得上是MIT的炸鸡牌 增加附加价值的过程 台湾人力 配料也有赚 才能挂上台湾牌 卖东西 你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吧 台湾现在 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台湾文明全球的牛肉面 对不对 大陆人外国人来台湾都喜欢吃我们的牛肉面 没有人会说牛肉面不是台湾的东西 可是牛肉面这个里面的原料 牛肉是进口的 面粉是进口的 大概只有水是我们自己的 其他什么是自己的 可是你会怀疑这个不是 资金区争议 但别误会 资金区不是专门卖吃的 服务业更是说铁的主打要点 希望借由国外的经验 带动产业转型 就连教育也能在资金区里 我们高雄有一个有名的学校 叫餐饮学校 大家知道高雄餐饮学校 对对对 对不对 那那个当年就是 他要引进法国蓝带厨艺的 这个学校的老师来这边教书 教育部不可以不准 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大学的 这个教师资格 因为这个蓝带厨师 是厨师 他没有什么学位 没有硕士 他怎么可以来教书呢 在大学教书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大学 受大学法的限制 你也不能跟国外的大学 譬如说设一个这样的设计 然后给学位也不行 就搞了半天 最后现在是可以让 法国这个蓝带厨艺的老师 来这边 适用一种专家的身份来上 就算上完这个设计 不能给设计 所以只能给一个证 但经济议题 一旦到了政治电台 常常说也说不清 加上议员翻白眼后 焦点更被模糊 议会质询时 叶匡时经常充当救火队 回应议员质疑 在议会我就在旁边 我们就赶快写给他 冷静不要生气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还有李四川 这个在这个议会 被议员一阵逼问以后 他就他就跟你开玩笑 怎么样 你现在了解 昨天我为什么无法冷静 叶匡时堪称是 最近深接触韩国瑜的伙伴 他更是韩国瑜公布的 第一位副市长人选 三个月的共识 叶匡时说出 他对韩国瑜的想法 他完全打破 过去二三十年来 我们对政治领导人的想象 我们过去觉得 政治领导人就是要 他哪一点最不寻常 我觉得他非常接地气 他非常了解 一般庶民的这个需求 也很能够跟他们对话 他会有点过动耳 有 我可以这样讲 他确实是 确实是非常过动 OK 确实是非常过动 就是其实脑筋也动得很快 他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 所以就是你跟他讲话 讲十句里面 可能三句他是跟你开玩笑 或是五句开玩笑 另外五句是震惊的话 你要弄清楚 你要弄清楚 你讲说 你要做吧 不要做了 反正今天可以走 OK 你开玩笑 不会干这种事 不会 他是很授权 夜空时把韩国瑜比喻成刘邦 特点之一就是很会用人 尊重专业 部长 你现在在高雄市 每天的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的座右铭 就是我不管到什么地方 我希望因为我的存在 让这个地方变得更美好 你会给他一个什么座右铭 在那里 你那个最高幕僚首长的身份 我希望他有更多的 稍微 他是在把自己时间排得太紧 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些 多一点空闲的时间 能够自己冷静的 多想一些事情沉浸下来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希望韩国瑜为高雄 转个不停时 也能沉淀下来 有更多思考的空间 无论是对市政 或者更长远的考量 你赞成在高雄上班吗 其实他当初刚刚一提的时候 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关键问题 他刚开始一提的时候 我也觉得 这个开玩笑 这个太多复杂的问题了 但是后来你整个想一想 今天我还读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毕卡所说的 他说什么叫创造 就是说伟大的创造 一定先来自于伟大的破坏 OK 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就决定要这样干的时候 说不定真的就是一个台湾的 南北平衡的突破点 韩国瑜的一线战友会定调是否支持他 角逐总统 但回归这场独家访问 叶匡时强调只想把本分做好 把被模糊的自禁区在镜头前 一字一句解释给大家听 期待创新的政策不被政治口水淹没 带给高雄这个城市更多大破大力的经济前景 为了祝贺新天皇登基 日本最近号称放了历来最久的十天年假 放完假之后上班应该是活力充沛吗 No 反而很多人抱怨是非常的倦怠 甚至号称经过了一番沉淀之后 反而很多人想辞职了 但在日本的职场文化之下 辞职是一件很难启齿 而且往往处理起来很麻烦的事情 因此这时候有一个先行行业就开始兴起了 就是带你来辞职 带你齐口 带你处理一些麻烦事情 日本媒体对这个新现象很有兴趣 他们继续探究之后 发现如今在这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体制之下 带你做事反而成为了一个 很多人想寻找的新行业 带行 究竟在日本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 什么样的新景观呢 你能够提供兴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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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够提供兴趣的话 三部五时被上司臭骂 日日夜夜活在主管淫威之下 那鷹鷹 你能够带来的事吗 好想离职却说不出口 这不仅是电影情节 而是过去许多日本上班族的共同新生 进而孕育出一种新兴职业 叫做代课辞职 代课辞职顾名思义就是帮你提离职 不用出面 只要透过电话或是社交软体讯息 进行委托 就能和公司一刀两断 代课辞职让广大的小职员们宛如看见救星 因为日本大企业离职 得从人事部 课长 部长一路各别面谈至本部长 麻烦至极 后续事宜全由代行者接手 避免各种尴尬 尽管收费并不便宜 正值员工三万日元相当于台币一万块 服务推出仍大受欢迎 根据网络调查 日本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有这项需求 业者也透露 每个月会收到 约三百件的预约案 其中近六成委通来源 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年轻人 我认识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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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困扰 这对天生爱面子 又怕惹麻烦的日本人来说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日本各行各业 现在命令严重的人力不足 员工想休息却难以启齿 只好拜托第三者开口 媒体更发现 尤其黄金周十天联休过后 委托辞职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都是在休假期间 产生厌倦工作 或是职场转换的念头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日本称之为dai ko 也就是代客服务的种类 多到琳琅满目 媒体上三天两头 就出现谢罪新闻 从政治人物 企业家 到业力人员 我真的不申请 谢罪理由千奇百怪 谢氏道歉以得到谅解 对日本人来说有多重要 待客业者 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块商机 除了最基本的 代替写信或打电话道歉 还能陪委托者一起前往现场 日本这家待客谢罪公司 派遣员工多达七百人 有的人长相凶狠 有的人是大美女 还有人专门负责土下座 应付各式各样的谢罪场合 一人で謝罪的不安 相手的害怕 自信がない 日本节目取得许可 一起前往道歉现场 直击代客业者 假扮当事人的上司 一度谢罪 从外遇纠纷交通事故到做生意引发的冲突 业者经验丰富可避免多说多错 弄巧沉着的情况 陪同谢罪价码25000日币起跳 为了让事情更快圆满解决 许多人选择花钱了事 名为谢罪屋的公司 就骄傲表示 一个月最高能有500万日元进账 更奇怪的还有这个 日本网站上竟出现了免费的鼻毛外露通知服务 只要填土对方资料 网站马上寄信 告知对方鼻毛露出来 免去委托人亲口告知的尴尬感 虽然是半开玩笑性质服务 却已经有超过50万人使用 又好比这个 三五好友帮办派对弃声 看似热闹又欢乐 但其实这些人根本不认识彼此 全是受薪委托代课业者找来的 这是64000元 谢谢 120元 差不多 谢谢 谢谢 就怕被说没朋友 可以营造生活多彩多姿假象 租朋友出游购物 有很多人在周围里面 有很多人 有很多 有很多 有多派对的咖啡 友人和咖啡 也有多派对的咖啡 就连婚礼这般人生大事 也都帮你代行搞定 来自东京的新娘 就因为自己的好友 能出席婚礼的不到十人 觉得很没面子 才想找人冲场面 不自然性最重要 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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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度绝不能马虎 其中一人 作为新娘闺蜜 发言 分享感言 竟然还让现场来宾 哭到不行 看似离谱 且满片他人的服务 没想到日本 却是未为风潮 而且越来越受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 使用者多位年轻人 显示传统价值观 正逐步被打破 但什么都能带行 未免令人 看未观止 2008年的5月 中国大陆四川 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造成了近十万人的死伤 特别是有一个靠近 镇央的地方 叫北川 当时全市的人口三万多人 最后只剩下了近乎不到一半 可以知道当时的状况 是多么的凄惨 我那时候也在现场采访 我特别记得一个地方 叫做北川中学 那个中学可能因为校舍建筑的问题 几乎全垮了 当时所有的师生接近一千两百人 全部都被麻在瓦砾之下 几乎是无一幸免 但有一个奇迹的事情发生 当天有一班同学最早第一堂课是体育课 所有同学三十七个人都在操场上面 天摇地动之际 他们活了下来 十一年已经过去了 这些同学如今身在何处呢 非常幸运的 有一位同学利用电影的镜头 把整个十一年的过程 重新拍了一个感人的纪录片 不仅只是记忆一段过去伤痛的过去 我想更是对一段在痛苦之后 重生的生命的敬礼 我们来看看这段对十一年历史走过 当年我们在一起 而如今我们又在何方的记忆片 循着鸟叫声走进四川省山城 眼前这区北川老县城地震一致 断眼残病以及的让人发寒 2008年 汶川规模把点二强震后 十一年了 荒废的教室里 只剩满地散落的课本 事隔多年后 幸存者再回故乡 到现在 我都好像还能够闻到当年四回份 我小多岁的味道 其实我一直都有点害怕这种形成 因为有那么多的人 不用愿意买到这种味道 即使再逃避 他们始终记得 这里曾被狠狠撕裂 快点过去去吧 放开 要加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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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在瓦力队的幸存者 幸运被救出 另一头压在水里下的手 仍创扭住 这场中国渤上起的特大地震 超过死万死伤 北川县距离阵阳最近 也就惨了 全近三万人 死了一半 但奇迹就发生在北川中学 初三四班的 三十七位同学身上 2008年温泉抵震发生那一年 我当时刚好想出生 就在北川中说 出生死变 1月12号年下午 我们边第一结果就是七个 运气都比较好 我们边所有的同学都在朝上上 北川中学共21个班 超过1200名失身殉命 唯独初三四班 全班幸存 投窗毕业后各奔东西 不希望共同经历生死的同学 成了陌生人 大学主修传播的陆春桥 三年多前有了拍季度片的念头 而片名就叫初三四班 她花了两个月了解每一位同学的动向 跳出三个改变深刻的故事 着手进行拍摄工作 而第一个故事就是她的意见 陆春桥 在拍摄过程中第一次感受到父母的脆弱 原来妈妈当时为了找她 花了两天爬了七座山 最后在临时避难处母女重逢 像我几个月不回来 你得不得有时候这么难过呢 你说呢 肯定是想三 要自己的女子这么远 出门在外 儿心千里也不担忧 我哭了 她不哭 悲伤止不住 但眼泪却让另一位经历创伤的女孩 成为片中改变最大的角色 我妈她当时带我爹 打着陆春桥 她当时还凡事 她说她跟我爹 不行 她说这样已经没了解解了 母智学的爸爸在工作时 被吐蚀袭来 瞬间活埋 当时甚至连尸骨都没找到 欢迎美修奴 你把她尸体挖出来 我有把尸体挖出来 地震后 慕智学的妈妈 失去支柱 失去靠山 一直消沉 只能接受外妾捐款过活 某天她想通了 再这样下去 怎么给孩子好的未来 她决定拜师学艺 卖小吃 生活才振奋起来 初中的时候 慕智学做得很好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她是一个多么过人精的女儿 当我在看到她的时候 她就好像我完全扁了一个人 我可不可以再钱的时候 大家好 那我今年发生过得非常好 2016年的同学会上 慕智学竟主动要求 上台和大家打招呼 她的活泼开朗 和过去的文静 大响静庭 之所以只让陆春桥拍她的故事 因为不愿伤痛 一再被提及 只有面对共同经历生死的同学 她才不会觉得被消沸 跟她朋友在一起 包括同学 没有那么多同学 是失去父母 没有那么多同学 是体会到你的 但你自己心里觉得有不同 你把那个孩子拿出来 跟我死一下吧 而上天 也在多年后 为她找到另一个守护者 陆春桥联络到母智学时 她正准备和男友陈祥结婚 陈祥家人对她视如己出 我来女儿找给你 希望你帮她带她 希望你帮她带她 不愿伤痛 穿白纱的小公主 多希望爸爸也在身边 母智学的经历 有着千言万语 她特地带陈祥 到爸爸坟前 我想爸爸要带她 看她车像这个样子 对不得满意啊 我也想 我一直在想 那么多活过 活过一天 我这一天 我给你讲一下 就是我在 四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年 至于片中第三个故事 何灵竹则是咬着牙 在北川过云活 希望妈妈 父母离异将近倾苦 何灵竹放弃高考 高中毕业后到现在 每天至少兼两份以上的工作 我都是三年了 我们才回来 他才没下班 他说下班三点 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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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去什么外卖 外卖什么 那有这些时间 又做什么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何灵竹也向往都市 但出走半年后 他还是回到北川 十一周年前夕 央视记者 选在他兼差的婚纱摄影公司 专访他载后的 新入地震 那我们几颜次吗 就很像东西 哇 是地震吗 不是地震 是 是地震 真的啊 对 真的是地震 可是这些地震感觉不对 是 对 对 哇 要不要看一下 访谈过程 就这么巧遇上地震 经历汶川超大地震后 何灵竹对地震的敏锐 一层慌乱变成冷静 其实何灵竹 早已内化他对地震的反应 十一年前 他是去年仅七岁的弟弟 想念也深藏在心 然后说 在震的震灵 再带一瓶 就加班好他 我就这样 哎 倒一下 闻一坑嘛 哈哈 现在年轻人 我们长大了 好 好 建立过这些伤痛的人 其实并没有普通人 去想象的那么 所谓的那么惨 就会非常地去珍惜 就是现在身边的人 或者你现在拥有的事情 三位同学的故事 也是不同假定变故 不同个性的所以 如果十年前没有发生那场地震 我们的股市 会不会不一样 花了三年拍摄的纪录片 把三十七人的生命 紧紧记在一起 共同生活过的北川灾区 就在原址盖起 汶川特达地震纪念馆 旁边正面五星旗下方 就是北川中学倒塌的遗址 正后十一年 初三四班的每一个人 有了新的人生 毕竟一起活下来 各自长大 变老又重逢的经历 民族珍贵 刻骨铭心 就在一个月前 探险家维斯科夫乘坐的密集潜艇 潜入到西太平洋的深海 而终于最后抵达了海底 也创造了人类潜入海水当中 最深的一个记录 有多深呢 10928 10928公尺 在那么深的地点 你想象应该是最古老 一些最完整的地层 以及最古老的生物 是的 但也包括了最新的人类的文明展物 垃圾 赫然发现的垃圾 让它大为惊讶 也成为了全世界重大的新闻 包括它的潜水星记录 接下来我们给您看看的故事 就不仅这段潜水的过程 更是海洋之下 我们人类 已经带来了多大的污染 科学家已经不断地提醒 再过30年 在海水当中的垃圾 要比鱼来得还多 再不想想办法 将来潜水不仅显得太深 您触目所及可能所见的 都是垃圾 4月28日上午 西太平洋的海面上 一艘白色科学探测船 正要创造人类史上极为困难 而且危险的记录 探测船尾跳花一艘迷离潜艇 身穿蓝色连身工作服的中年男士 小心翼翼地 从狭窄的开口进入船舱 准备就绪之后 潜艇缓缓入水 这艘长4.6公尺 高3.7公尺 名为有限因素深海潜艇 要潜入事件最深 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 驾驶员则是现年53岁的富豪探险家 维斯科沃 我们去到处境 迷你潜艇一路下沉 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海中 只能凭着微弱灯光导航 经历4个小时 终于抵达海沟最底部挑战者深渊 安全处底的消息传来 探测船上的工作人员 想起一阵欢呼 因为潜入10928公尺的海底 打破史上海中潜航的深度记录 上一次由人类潜入马里亚纳海沟 是在七年前 由大导演詹姆斯·卡麦隆 驾驶的迷你潜艇 潜入10898公尺海底 威斯科沃这次潜航深度 还比卡麦隆升了30公尺 他跟我留言 他说 Victor 当你到最底下 做一些我更想做的 就是 只需要15分钟 不要争论 只需要在哪里 创下记录的威斯科沃 曾在美国海军服役 退伍后担任私募基金公司负责人 他热衷探险 攀登过世界最高的圣母峰 又花了四年时间筹划前行 成为史上第一位 登上世界最高峰 以及潜入最深海底的探险家 潜艇在海沟航行四个多小时 发现许多罕见的海中生物 包含新品种的箭矢前钢蔓 身体细长却呈现透明状态的幼鱼 头部大 尾部窄细 生活在6000公尺深海的树尾雪 以及马里亚纳海域特有的狮子鱼 不过也发现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从潜艇拍摄的影片来看 出现在右上角的物品被认为 可能是塑胶包装纸 一万公尺海底应该是纯净无污染 出现垃圾实在让全人类汗颜 海洋遭到人类垃圾污染 已是严重的环保问题 根据联合国统计 目前海洋中已经有超过 一亿公顿的塑胶垃圾 其中90%来自古地 2050年 海洋生物深受气害 惨况处处可见 左前角被废弃与网缠住 让这只海龟动弹不得 一头海豚竟然咬了一个黑色塑胶袋 而这只可爱小海马 尾巴卷着一根棉花棒 好像拿来当玩具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今年3月 菲律宾南部海岸飘来一头小鲸鱼尸体 专家解剖确认死因 赫然发现鲸鱼尾部 塞满40公斤重的塑胶袋 包括16个米袋 以及4个香蕉原种植袋 还有各式购物袋 让鲸鱼无法禁食 为减少海洋垃圾的来源 联合国国际危险化学品 三公约缔约国 5月初在瑞士日内娃 举行会议 187国代表通过决议 未来各国要出口污染废弃物 与不可回收塑胶垃圾时 必须先取得进口国同意 以免运送途中加上进口国的不当处理 让垃圾溜入大海 然而缔约国当中 独却全世界最大的垃圾来源 美国 原因是美国每年出口 超过160万公吨的塑胶垃圾 一旦缔约成千上万吨垃圾 恐怕无处可去 美国把差量垃圾送出国 却因为国内回收工作做得并不彻底 回收厂通常只能处理玻璃与金属 塑胶类与纸类垃圾 就送到外国处理 最大宗的是中国大陆 似乎是中国有一个方法 保护它 美国有问题 但自从去年1月起 中国限制垃圾进口 美国只好将垃圾 改送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等 东南亚国家回收处理 但是却在当地 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南南亚国和其他国家 都会在开放 但就以进口塑胶垃圾量 排名第一的马来西亚 回收厂素质良有不起 许多根本是无罩营业 接收国外垃圾之后 不是随地堆积气质 就是进行露天焚化 黑烟污染空气 或是任意掩埋 不仅污染水源 许多垃圾最后流进大海 马国政府加强取缔 9个多月来 已经关闭150家地下回收处理厂 逮捕上千名作业员 但还是阻止不了歪风 这是为了澳大湾水 它在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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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澳大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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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太头 贝宇明在这个星期过世 享年102岁 他生前的作品最擅长的 就是透过光线跟几何造型的组合 很多的作品当中 尤其出名的就是这个位在巴黎 罗夫宫前面的大金字塔入口 想想看30年前 当他提出构想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这叫不伦不类 但如今法国人各个视他为文化地标的骄傲 可见的创意的确很重要 但创意能用在所有的历史性建筑上面吗 如今法国政府正希望如何来修复 一个月之前才被大火烧毁掉屋顶的巴黎圣文院 各方的净途提出了真的是有创意的构想 像你看看这个 干脆上面盖个超大型的游泳池 既可以透明又反射光线 行得通吗 还有人干脆主张建了一个超大型的高层的停车塔 盖在圣文院上面 既观光又提供了解决交通的难题 行得通真的难以形容 不过怎么样 这些都是属于创新的构想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 还是应该恢复旧有的一个旧官 恢复它的文化以及历史的尊严地位 当然修复工作希望能够在五年之内完成 募款也都在进行当中 我们看到里面这整个残破的景象 也想想赶快让它恢复当年那个美丽的模样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和您再会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